大家好,这是Cat and Sid 我是Cat I'm Sid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下美国和中国之间不同的交往方式 以下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 表示我们说的不对 请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首先我要讲一下中国交往方式 中国交往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清新一点 当你看上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花很长时间和他在网上聊天 或者作为朋友简单出去一两次 更有时候你连跟他真正聊天都没有聊天过 或者也没有出去过 就会问对方要不要在一起 要不要成为男女朋友 如果对方同意了 那你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们就是男女朋友了 但是在美国很不同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请他去约会 但是就算他同意约会 你们也不是男女朋友 在约会期间 你没有避险 禁止能和这个这个人约会 根据每个人的不同 从约会的人数 在灵和 乌闲打之间 乌闲 至于约会期间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已经去看你自己了 小到吃饭喝茶散步 大到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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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你们 打到其类 你们都不是男女朋友 如果两个人都喜欢对方 他们会持续维会 知道他们想真的骄傲 然后他们会comment去对方 comment是个很大的事情 两个人都会 完全想很久 comment之后他们才成为真正的男女朋友 之后他们不能和任何人有任何约会的接触 在中国当两方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刚接下来的约会也可能会很害羞和尴尬 因为就算他们是男女朋友 其实他们对对方的了解也不是很深 所以有的时候一段恋情维持时间 也不会超过一周 在美国男女朋友一起会比较着人 因为两个人了解很深时候才在一起的 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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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眼睛也会久一些 再次声明以上请回我们自己个人观点 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交往方式 至于哪一国的交往方式比较好 那就完全看你的个人观点 在这里想提醒的是 要是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 让你要认真想一下 因为就算对方没有恶意 因为交往方式不同的习惯 也许会伤害到你 如果你们想知道 Sid and I became boyfriend-girlfriend 请订阅我们 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Good Done I hate you so much right now I hate you so much right now I hate you so much right now